兩位歸賓還有所有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很高興能夠為各位介紹分享我的教學實踐的成果 我的題目是有關類比式的創新思考 所以這個研究簡單的說就是要看看 我有沒有辦法用一些不一樣的教學方式能夠提升他們這方面的能力 以下我就依照這五個部分簡單說明 第一個就是發現問題 我先用這個當作一個開場牌 就是我們這一行工業設計這一行 常常會運用到一些創意設計的手法 其中類比式設計是一個蠻重要的方法 但是往往很多案例 即使是膠根書上的經典案例 往往會被很多人批評說蠻膚淺的 比喻、類比蠻膚淺的 以這個為例 你看看它這個就是響迪 響迪虎 那它要發出一種像小鳥的聲音 那阿勒奇的設計師就把它設計 反正你會鳥叫我就給你一隻鳥 再來 回到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以前這個庫宮出過這個青宮系列 這個當時第一款 第一代的產品是一個炸製器 當時的這個庫宮院長也是非常的生氣 他說這些老外根本不懂中華文化的內涵 就亂設計 那他覺得這個很膚淺 不過市場會說話 他連續出了好幾款也都賣得非常好 那我的問題就很簡單 那看來 看來 我們工業設計這一行做類比試思考 就看外觀就好 看所謂的CMF Color Material and Form 那這樣就搞定 不用有什麼高深的學論可試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很多有關創造力研究的 paper 他都會說 這個具象的表象的這些很容易造成學生 他會有fisection 就是他會固化 那最好呢 你不要讓他用太具象太表面的這種類比 你應該要一些比較厲害的 抽象的結構的類比 好 第二個問題 那學生在學這些類比試設計的時候 到底我們是應該教他一些 像我們文藝線上讀到的 教科書要讀到的一些要理、原理 還是說不是啊 你就多讓他看像剛剛那些案例 比較好的案例 更好的案例 也許他就學會了 以這個為例子 以前我們有學生很厲害 跟普呼吸的跨領域合作 他做了一個工地施工的時候 可以吊掛作業 讓這個附近的人 免於跑進去釣掛作業的危險區域 用這個雷射罐來打 他有一個簡單的原理 那我們把這個原理呢 希望說用內比的方式 套用到其他的產品去 以這個為例 右邊這個是另外一所同學 在看到這個案例之後 我們普遇他 這個案例能不能內比過來套用在別的地方 以這個右邊這個是我們那個警示板 很多這個掃除物 經解人員他在拖地的時候 那你要提醒他那邊是會滑等等 那我們能把這個原理套用過來 那我的觀察是 你只講了半天這些原理 到過給大家看很多的案例 學生傾向你透過大量的案例來學習 這個很明顯 文獻看來也是 我們認為案例是很有用的 但是呢也會說案例 有些時候還不如用一些規則式的原理知識 規則式的這些知識表達 他比較不用那麼沉重的思維思考上的負擔 最後一個問題我要問的是 那這些學生會不會是天生的 他本來就很厲害 他類理能力比較好 他能夠看穿一些抽象的這種結構 那一般的小孩子 他的程度如果不是那麼好 他都看不出來 怎麼訓練也沒什麼用 這是我的猜測 所以我這裡定了三個因應這三點問題的策略 第一個 我就把問題說 小聚焦在做這個仿生設計裡面 仿生設計裡面有一招 有一個方法叫做生物啟發卡 Bio is Bio-Carn 我就用這個方法來試看看 看能不能說 你如果用具象的表達跟抽象的表達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是不是會有一點差別 學生拿到這個比較具象的啟發來源 跟拿到比較抽象的這種 這種社會啟發卡 當作啟發來源 靈感的啟發 會不會有什麼差別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問題 我最想說 我們給他任務的時候 給他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表達 是要給他用一些案例式的方式來表達 還是我們用一些設計原理 包括物理上的原理 能力上的原理 一些藥品 給他 是不是這樣也會有差別 第三個 那我就來做一個前側後側 找一個量表來試看看 看他們在前側後側之後有沒有什麼變化 而且這個後側或者前側的成績 跟他們工作方做出來的成果 評分有沒有什麼差別 那我們來趕快看我們的成效 成效就是指的 我們要怎麼做這個驗證 前面那三個問題要怎麼回答 我們就設計了一個實驗 所以這個教學實驗這個案子裡面 主要是有包含一個實驗 實驗就是先做前側跟後側 就是先做Ramance的一種所謂的推理能力的測試 這個推理能力我們會介紹 主要是視覺上的推理 然後第二個我們就教他什麼叫做類比式的創新 先教他一些基本的設計知識、技能 然後我們就要他自己來製作生物啟發卡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再來就是做了市場的工作方 我們出的四個題目 用不同的表達給他 用兩種不同的表達 一個就是規則式 一個是要彌制的 生物啟發卡 就要學生去設計這個兩種 就是比較抽象的跟比較具象的 都一樣一對一對這樣 好 這是簡單介紹一下什麼叫做 是Revens的量表 我們就要簡稱做SPM Plus 簡單講就是同學能看到這個題目 那他就要去猜這一格到底是哪一個答案 總共有60題 由淺到深 到最深的題目 我自己說是要解題目 不會 這是很難的 這是中等程度 答案應該是7 應該是 那我們就用這個量表 買基本的量表來用 接下來就是讓學生自己去製作 製作BioCard 生物啟發卡 製作的時候 我們要好好跟他教導說 有人這樣做 我以這個為例 左邊是所謂的具象 右邊是抽象 具象就是說 你如果要模仿這個馬的眼睛 他會把那個站東西刷掉 那你看他這個表達就是 用生物的語言 形狀等等來表達 右邊就不是了 右邊他是抽象化 他不一定要灰塵 就是不想要的物質都可以 他不一定要眼淚 任何異議都可以 不一定要眼球 任何表面都可以 就是抽象 這學生也要搞很久才會弄得懂 有時候他畫起來都差不多 那我們就要同學 每一個就設計了五隊 一個抽象一個具象 全班44位同學 這個量就很大 量很大之後 得到這些吃物啟發卡 我們就做一個工作光益系列 總共四場 每一場就是三週 每一場就是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分組下去 有一半的組別是拿到 具象的生物啟發卡 一半的組別是拿到抽象的啟發卡 題目一樣 題目在分兩種 所以這個實驗是二乘二 題目就是有一些人拿到的題目 是知識表達是用案例的 另外一個是用這個規則式的表達 題目大概長這樣 我們希望說不要因為題目本身的關係 對這個題目比較熟 造成一些bias 不過這個是難免還是一些bias 這是我們講的給他 這個題目的時候用兩種不同表達 左邊是按例式的 也就是說都是故事性的描述 從網路上抓 然後把整篇文章看完 然後自己去推銷 右邊是我跟兩位助理去推銷 它裡面到底有什麼原理在 有什麼要領在 有沒有什麼規格 產品規格等等尺寸的要求在 給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設計成工作單 所以這工作方在操作的時候 就是怕它太發散 用工作單或是學習單 用workship 這樣來操作 操作的時候很柯爛 我們在別科就是 教室長這樣 然後就擠成一團 那就是也蠻辛苦的 但是同學就蠻樂的 再來我們看結果 結果簡單的說 我們那個工作方的成果 得到了很多很多同學 一個人做一個題目 不是分組 分組只是拿到共同的生物啟發卡 因為一人要做一套真的太貴了 我們那個經費有那麼多 那計算它的新穎度而已 我們就不做其他的計算 這樣比較簡單 做出來的結果 讓我們覺得傻眼 第一個 我們本來預計說 應該是文獻講的是對 應該是越抽象 應該會表現得越好 結果我們看來 至少我們這一行就不是這樣 工業設計看來是 要一方面有抽象 一方面要搭配具象 也就是說 你如果是用具象的生物啟發卡 你給它題目的時候 你要搭配比較案例 比較那個知識性的 知識的規則表達 那如果你給它很抽象的生物啟發卡 當作啟發來源 那你給它題目的時候 你要給它比較具體的案例的 就是兩個要相互相真 再來 我們的答案就是很簡單 如果你光看案例跟規則 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另外一個因子 看這個問題的表達 不是問題 生物啟發來源 啟發來源 光是看這個也沒有什麼差別 只有當這兩個交叉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很大的差別 也就是我剛剛說的 案例要搭配抽象 規則要搭配具象 這樣才會表現得比較好 那另外一個是那個 SPM Plus 的問題 那個問題是 我後來發現 它好像跟創造率 它的表現 跟這個推理的這個量表 曾經沒有什麼關係 後來想一想 也好像也有道理 因為這個到最後 這個量表都是當作 IQ 在測試 IQ 的一種 而且它用國中生來測的話 是跟國中生的數學成績才有關係 其他也沒有關係 我們後來就想說 那也許 也許這個類比能力 也不能用這個量表來影響 雖然我們剛剛看到是視覺畫面 那這是我們的教學上的改進 如果給它很抽象 很規則式的東西 你只要記得 也是要輔助它相對的這些 比較案例式的 比較具象的材料才行 那最後最後就是 我們覺得Dennis很重要 那教學的未來的展望 這個案子必須要去投稿好的期刊 正在投稿中 還沒有下文 那 這是我希望繼續能夠做一點行動研究 繼續努力 那最後最後就是 我希望我能夠有生之年 或過期能夠培養一個學生 像這個Dennis這麼厲害 這個傢伙是第一代 老一輩最厲害的 類比式設計的一個工程師 很厲害 以後有時間再討論 另外一個是對我自己的期許 我希望有一天能夠變成這個 這個Mashmallow Challenge 那個UJET 剛剛有老師 林老師說那個Tag Talks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能夠上Tag Talks 好 這以上是我的感想 謝謝 真的是嚴禁亮 那我們這邊大概有幾個請教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你剛剛有提到 規則加抽象 跟案例加具象 就寫證比較好一點 不曉得 你的觀察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可以說明 那另外一個就是 很有趣的 你們四位大三的設計學生 都能夠投入這個地理 這個科技裡面 在這個執行過程裡面 就往生你的經驗裡面 怎麼去Motivate他們 能夠更瞭解這個課程設計的美好 是不是這兩點 可以請問老師 我可以 分享 第一個是 其實我們大部分 研讀的 有關創造力的研究 大部分都是心理學 認識心理學 或者是教育心理學 那我們工業設計這一行的人 投入的比較少 那做起實驗來說 在比不上他們那些很專業的人 甚至發展量感的人 那我們的研究 我過去曾經研究過一陣子 就是 是不是我們這一行 這個 因為domain的關係 是不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這一行 需要做這個 比如說外觀 我們必須 照顧到我們剛剛講的 CMF 這三個東西 那我們做UYUX 他還是要看視覺 看這個外在 所以我們這一行 可能 可能就是我舉那個 有一個叫Gener 這個人 他是語言學 讀知語言學的學者 他就認為說 其他那些都是 就是 surficial 然後就是 比較low就對了 就外觀而已 那我們這種 偉大的科學家 應該是 analogy 其他那些都是 Liberal similarities 本意就相似 可是我的研究好像不是這樣 我舉一個例子就好 就是 我們曾經蒐集過一陣子 這個 國內外的得獎作品 金陵筒 跟 他只有入圍 這兩個來比 沒有說金陵筒的就是 就是類比 其他都是外觀相似 不是這樣 這很明顯 就是 我們這一行 拿金 尤其拿金 你必須外觀的要相似 所以 我剛剛選那個馬桶說 那個是 FREESTAC的那個馬桶說 那個就很經典 那動作結構 說要結構想 可是最後最後 他造型還是要抓一些元素 來讓他想 不得不這樣 或者是一般消費大眾 他沒辦法快速的乍看連結 所以我在猜 這樣就可以回應到剛剛那個問題 我們不能一味的 通通給他 規則式的姿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要記得 你給他一些啟發靈感的那個階段 那個時候 你要給他比較具體一點 到後來 如果你一開始 給他的題目 你要不要做這個 做那個探討 這個探討 你是給他安逸 比較沒那麼規則的安逸 那你後面就要補佐給他 比較抽象結構的那些起發靈感 要不然他會亂掉 所以簡單講 太極端不好 極端的追隨這些 那些心理學家他們講的這個抽象結構 未必 對我這一行 其他行我就不想 那第二個是說 有關學生他如何 知道我在把他們當白老鼠 對不對 這個說在我是很小心 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那個工業設計 是一個台灣最古老的系 他是有他的傳統 不能在裡面跟他亂角鬥 那學生他要評量我耶 那我會很害怕說這個 他會覺得說 怎麼跟上一屆都不一樣 那怎麼王老師跟其他老師 教的又不太一樣 那所以我是盡量 盡量說服他們說 這個好的設計師 我都常常舉那個freestock 你不要看他都好像是做牛角啊 什麼這些外觀 其實他有時候他也就掌握 好幾張椅子的所謂archetype 我用他的話講說archetype 就是最tipical的那個形狀 比如說各式各樣的無手影 可是你研究了100張無手影 可能會有一個最基本的 Average shape 或者說最平均的那個形狀會出來 那像他這樣的人表示說 他也很容易做外觀 做表面的也很容易去做 很擅長做這個比較掌握結構的 像剛剛我舉的這個馬桶刷很清楚 就是乍看這個一般的馬桶刷 它叫typical 比如說你買200塊的馬桶刷 跟那個英國傳說裡面的 亞瑟瓦的故事 池中線 其實功馬流不相干 不過他就能夠看穿出 這當中有一些相似性 產品的跑道Architecture 產品的架構相似 動作相似 只有一個東西不相似 你說馬桶的時候是 卑微、骯髒、辛苦 你都不願意幹這種家務事 但是亞瑟瓦、小亞瑟瓦 一直拔起來就是 神聖的一刻 然後就打敗敵人 就打敗馬桶 所以他是很擅長做這樣的一個類比 其實這是結構法的類比 所以只能用這種方式 可是我也知道說 我年紀也一把 你要說服這些年輕人 不是那麼簡單 你要用各種方法 那目前為止是暗暗度過 就是那個 教學能量還不錯 還有一個四點多 還好 但是有時候 磁場不對 可能就三點五下 這還危險 還好我是專任的 其實剛剛您在 這個研究的process 跟您整個的研究架構 我必須說其實是完全無懈可擊 所以其實在您的研究裡面 我們得到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結論 就是 其實您認為在教這堂課的部分 應該是說 如果您有個規則的案例 你相對底下 就應該要給它們比較具象化的概念 那這個大概是我剛剛從您的研究裡面 提到的重點部分 但是依據就是說 接下來想要跟王教授請教的問題就是說 這教學實驗研究的部分 其實它很強調的是對應課程 那您剛剛的這個研究 如果對應到您的課程裡面 我們在教學設計上面 我們用了什麼樣的方法 去對應到這兩個研究結果 就是說 規則的配上具象的 跟案例的配上抽象的 那我們怎麼樣去用這兩個的結果 回應到我的教學策略裡面 以上 謝謝 簡單的講就是 我們是有分科 比如說設計方法科 它就比較規則式 但是我現在上這本科 那是Studio的科 Studio的科就是都案例式 都具象的比較多 所以這個對我們這本科來講 就是說 老師你要注意 你那個教學的材料 一定要補充一些 比較規則式的 比較原理的介紹還是要用 那我的觀察 比如說我去上課 我的觀察 我們年輕的老師都還不錯 他上課的時候 他還是會有一些Lecture 塞進一些Lecture 塞進一些教材等等 但是如果是老一輩 我的老師 我的老師就是 待一次賣課筆 就可以三個上四小時 那就很難說 他把他的七身的經驗 歸納成 歸納式的 這是比較難的 那一類老師 大部分是用案例 那也有效 也是有效 只是說 要更有效的話 應該是要兩個 要相補相成 會比較好 至少我目前的發現 是這樣 學生這樣還勉強還可以接受 因為他們我們的傳統 還是案例式比較多 具象比較多 否則他會覺得說 這門課 怎麼會變Lecture 要考試嗎 還是怎樣 那我們 這門課 設計 產品開發 這一系列的課 早期有用教課書 但現在慢慢 這幾年也不太用 那用教課書 稍微彌補一點點 所以這個也另外一個啟發 是不是要重返 更好的教課書的導入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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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